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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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典礼取消大礼堂集合 各自为政 以东京为例 有的宣布停课 有的提早开学 而为了保障学生平等受教权 大多学校维持正常行事力 但采取分散灯校 分散灯校等同分流上学 每所学校各有办法把班级一拆为二 早上一批 下入一批 或是让远端上课的学生把设备带回家 同时进行线上与实体到校教学 至于以前最开心的午餐时间 也不能像同乐会一样交换菜色 或吃便当聊八卦 只能默默地埋头转型吃饭 于是散发正能量 只要严守高规格防疫准则 就不用过度担心 校园疫情大爆发 但老师与家长的心情 还是很复杂 日本全人口疫苗完整接种率 仍需努力 同时未满20岁确诊者飙升 一个月暴增5.5倍 传染途径也从过去的成人感染孩童 变成孩童散播给家人 染疫速度丝毫不间缓 大阪甚至出现日破3000例的确诊记录 在工卫专家持续警告中 日本全境累积病例数 突破了150万例大关 自疫情爆发以来统计 首次的50万例 经过了约一年三个月 而后每50万病患 累积速度越来越短 进入第五波后 仅26天就再新增50万例 到达150万 一时团体不看好疫情 能在短期内受到控制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 日本确认了首起变种病毒株 Mu病例 感染者是两名女性 在六月与七月 分别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与英国抵达日本 在边境筛检时被揽下 Mu变异株 是今年一月首度在哥伦比亚被发现 目前世卫列为 虚流液变异株 警戒层级虽然低于Delta病毒 但仍引起日本官方高度警戒 接下来看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大苹果被水淹了 纽约的地铁水都灌了进去 这是飓风爱达 他曾经重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虽然转为热带气旋 但是威力依旧非常惊人 美国的东北 包括了纽约 纽泽西 滨州都迎来了破纪录的 蚝雨跟龙卷风 报道主要以纽约州 纽约市为主 纽约州 纽泽西州全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纽约市的地铁 纽泽西通勤的铁路 甚至国人比较熟悉的 纽泽西的Newark机场 因为大水停止航班跟车班 而遭到飓风重创的 路易斯安那州 现在还没办法算灾损 他仍有数十万人 没水没电 比起16年前的Katrina飓风 情况一样精彩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决定 星期五亲自到路易斯安那州 视察了解灾后状况 滚滚泥水涌进纽约地铁站 站外猛烈的暴雨 让月台上车厢里也跟着下起雨 四级飓风爱达降维后热带气旋后 继续横扫美国东北 美国国家气象局史上头一遭 对纽约市发布爆红紧急状态 纽约市长白思豪 在美东时间1号夜间11点半 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凌晨市政府也发出外出旅行禁令 直到星期四早上五点 纽约中央公园一小时就降下79毫米的暴雨 打破上周热带风暴亨利才创下的历史记录 从晚上7点到午夜累计狂蟹173毫米 大选流窜纽约街头 纽约市地铁几乎所有路线都停驶 紧邻的纽泽西铁路 除了大西洋城线外也全部停驶 不少纽约客半夜就这样 被困在平日最繁忙的时报广场42街站 正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也大受影响 部分比赛被迫中断或延后到星期四再举行 纽约都汇区三大机场之一 位于纽泽西的纽华客机场 也因大水淹入B航下行李区 一度暂停所有起降 直到近午夜才恢复少数航班 纽约州和纽泽西州州长纷纷发布紧急状态 滨州第二大城披兹堡郊区也同样淹水 大雪也导致滨州一辆学校巴士受困水中 救难队紧急出动解救车上41人 美国东北这波暴雨造成至少8人死亡 不止暴雨洪水从滨州德拉瓦 纽泽西到纽约康乃迪克 也面临龙卷风警戒 稍早已有多地遭龙卷风袭击 这个后热带气旋在美国东北造成不少损害 而糟蹋重创的卢伊斯安那州 如今依然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水没电 也缺汽油和粮食 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得大排长龙 等加油等民生物资 也有部分居民选择打包上路 到临近德州避难 飓风登陆后三天 仍有近百万人和商家停电 六十万人没水可用 近三分之一加油站的油已经见底或无法供应 部分遭飓风重创的地区 估计至少要五年才能复原 TV新闻综合报道 话题还是留在美国 我们一向认为美国跟中国这几年 只有竞争 绝无合作的可能 而且这不只是竞争 叫做仇视和对立 但是由于美国的气候大使凯瑞 到了中国 跟王毅进行双边的视讯会谈 使得美国递出了气候合作的橄榄枝 这位气候特使凯瑞 在四个月两度飞到中国 那么也让人觉得 这个讯息颇不寻常 不过王毅却把会谈的内容 从气候延伸到双边外交 中国最介意的美国围堵 呼吁美国停止围堵打压 而凯瑞不会被转移焦点 他锁定了减碳排上继续的谈 那么中国的蔬菜价格持续飙涨 美中两国都认为 在气候变迁上的努力 大国是相当的关键 在这个同时 台湾议题也备受关注 美国有一个智库最新民调 说五成二的美国人支持 当中共犯台的时候 美国应该出兵协访台湾 这次支持的比率有52% 创下了这份民调执行 39年来的最高记录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秦刚 却正告美国不要踩红线 这个红线就是南海主权 还有台湾议题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合作 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在中美关系恶化 双方针对南海 台湾极高科技等议题上 持续隔空交火 针锋相对之际 美国气候特使凯瑞周二 抵达天津 展开半年来第二次中国访问 大陆外长王毅周三 透过视讯与凯瑞会谈 王毅强调中美关系应该要 重回合作的正轨 呼吁美方停止围堵打压中国 王毅还把中美气候的合作 比成绿洲 强调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 绿洲迟早因沙漠化而被抛弃 暗指两国如今除了气候 已少有能坐下来谈的议题 凯瑞则把会谈焦点 从中美关系拉回气候 并鼓励中方在减少碳排放上 采取更多措施 凯瑞今年四月才在上海 与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 面对面会谈 如今时隔仅四个月再度访中 似乎显示双方合作密切且热忱 但对比凯瑞在抵达中国前 在日本访问时的情况 凯瑞不仅与日本首相菅义伟 面对面会谈 更与官员碰走 且会谈地点就在首都东京 中方则安排凯瑞 留在天津的旅馆内 只用视讯与高层官员对话 两者差异颇大 此外大陆外交体系 虽然公开表明 中美在气候议题上 有广泛合作空间 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 拥有共同利益 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保持对话沟通 开展互利合作 但此同时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周而却在与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董事会 举行视讯会谈时 直指美国有些人认为 中国发展是要挑战 和取代美国 这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 严重误判 秦刚并要求美方 在台湾与南海等议题上 不要挑战与触碰中方红线 这些软中带刺的发言 不但反映了中美当前 持续激烈竞争 与合作同存的现实 更点名台湾是中美间 不可忽视的一块 美国国内对台湾的重视程度 则是快速提高 美国智库芝加哥协会 最新民调显示 有超过半数52%的美国民众 支持当中国侵犯台湾时 出兵协防台湾 这个支持比例创下 该民调运作39年来最高纪录 美国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分析 台湾此次在疫情上的优异表现 以及大陆的军事动作不断 是美国民众对台关注升高的主因 而当外界因美国撤军阿富汗 而联想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时 格莱仪则认为 美国连对阿富汗都愿意付出 20年的时间 与超过两兆美元的金钱 甚至两千多名美国大兵的生命 对于身为美国第九大贸易国的台湾 双边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 美国的重视度只会更高 在中美两国都把台湾是做核心利益的情况下 当前两国关系虽然有合作空间 但中美双方同时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而台湾要如何在两强之间 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TVPS新闻综合报导 好Focus在中国 如果你在这一季听到了 谈到中国的社会现象 有双减这个名词的话 要知道这个双减是它的一个改革 要减去学生的作业 要减去校外补习的负担 这使得商业市场大受冲击 9月的开学之后 各学校都推出因应措施 北京把到校时间延后半小时 那也是早上八点半 放学时间也延后一个小时 上海的学校全面提供三个时段的课后服务 因为双减补习没了 所以学校提供服务 学生最晚会待到晚上六点 那么在双减之后 中国大陆的补教业简直是不堪一击 又有一家大型的连锁补习班 巨人教育倒闭 当它倒了以后 很多家长措手不及 像是补习费拿不回来 还有家长的观念依旧是 接下来要去哪里补习 学生回到校园 9月新学期开始 大陆教育部紧盯各中小学 要将党中央推行的双减政策 彻底执行 要晚了半个六十 孩子有更多的时间 有充足的睡眠 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放学的时间延长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去课后托管班了 北京的学校宣布把到校时间 从早上八点延到八点半 至于放学时间 则延长一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半 另外小学一二年级没有作业 三到六年级作业量也大幅减少 那个放飞一个字 自己上学的时候 那个比在家里待着写作业 几乎多了 镜头前学生表示 课业压力减轻了 浙江甚至有学校 订每星期三为五作业日 小学一二年级 则连书包都不用背回家 现在不用背书包回家 我可以和小动物一起玩 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上海的学校为了承接双减 减去的校外补习班负担 推出三个时段的课后服务 让学生自主选择参加 学生待在学校时间最晚到晚上六点 配合家长下班时间 这个对我们双职工家庭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条件 还是可以的 我们不要为了孩子接送孩子 而在烦恼 我们一共有80%的家长选择了各种课后服务 4点30分到5点16分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是最多的 50%以上的家长都选择了这个时间段 除了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 还有企业响应 为自家员工的子女提供托儿所服务 员工不用亲自到学校去接孩子下课 公司会派车去接 接回来后也有专人看顾 从学校再到企业 配合官方要达到教育双减决心 而大陆的补教市场 则是因为这项政策 以戏之间降温 面临严重经营危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大厅里面 已经聚集满了 前来咨询退费和转课的家长 又是一家连锁大型补习班抖壁 已经经营27年的大陆补教业龙头巨人教育 8月底正式宣布倒闭 甚至无力替全部学员退费 7月份申请了退费 但是一直就没有退 我上次就是大约在半个月之前 我也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当时就回复说 不确定退费时间 我8月12号收到短信 我一直等不到钱 然后结果我就觉得挺不安的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 然后那个老师说他已经离职了 目前登记申请退费的已经超过1.3万人 居然教育拿不出钱 只好在网站上贴出转课方案 但却不能等额转化 学员换到别家补习班只能上四堂课 而原本奉明一堆课程的 则改为线上课程 它是这个机构只能四次 而且有的机构跟我们学校 也离得不近 跟我们家也离得不近 我三个特别不方便 它是一个线上机构 也是我们家长不能接受的 正因为孩子少这份自觉性 才选择咱们线下 居然教育全身时期 直营分校就超过了100间 2019年还曾扬言 开设500家线上线下结合校区 现在目标没达成 就被凶险给摧毁 今年以来 大陆已注销的教育培训公司 约有14万家 不许班倒闭潮 家长求床无门 也成了政策下的受害者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回来继续focus 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有一个拉锯 那就是堕胎的主权训 或者叫做保护生命的 这样一个主张和立场 而全美现在最严苛的反堕胎法案 9月1号在德州生效了 德州规定怀孕6周 胎儿有心跳之后 严令堕胎 不管那个情况是遭到性侵 或者是乱伦 这个孩子如果超过了6周 就不可以堕胎 法案还重金奖赏 吹哨人美金1万块钱 因此德州天天都有人在抗议 说这使得女性的主权 倒退了半世纪 德州市在5月签署了一个反堕胎的法案 原来很多人认为会跟其他州一样 几乎都通不过 没有想到顺利通过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声明抨击 说这样的一个法案 公然违背宪法赋予的堕胎权利 全美最严苛的反堕胎法案 1号在德州生效 一大群支持堕胎的女性 聚集在德州政府门前 对法条的通过表达强烈不满 这项法案的通过意味 女性只要怀孕六周就禁止堕胎 找到大多数女性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除非有立即性且需要严格报告的紧急医疗状况外 不论是被性侵或是乱伦受孕者都无法豁免 法案甚至还重金奖赏吹哨者1万元美金 光是在运堕胎妇女的司机就可能被判罪 反对堕胎团体也架组网站鼓励匿名举罚 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在五月时签署所谓的心跳法 守护胎儿的生命权 本来以为法令会在生肖前被否决 因为美国其他州都曾经试图通过 但最后都被阻止支持堕胎权者直呼是德州最黑暗的一天 女性权益整整倒退了五十年 纽约市市长也出面强烈指责 城镇是一项完全违背主流议事的法案 在法令生肖前一个诊所就在推特上表示 德州的后诊室里挤满了想要堕胎的病人 多胎令将会严重线缩女性获得医疗服务的权益 数据显示有高达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 一生中会需要多胎手术 他甚至认为这项法律是为了庇护德州的权威人士被起诉 美国最高法院在周三晚间正式驳回诊所和支持堕胎团体提出的紧急请求 目前虽然不是最终裁决 但是此举代表保证着女性堕胎权益多年的罗素伟德案 这个堕胎合法化的里程碑即将被推翻 未来德州女性想要堕胎得到别州外 非法堕胎的案例也会增加 未来许多保守州预计也会跟进 美国女性权益日益缩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了看秋天开始 很多国家开始实施疫苗护照制度 那就是一个通行证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纸文件的话 到哪里都行不得也 在北美有加拿大魁北克进出餐厅酒吧健身房 一定要出示证明 那么这种防疫措施呢 还有安大略审跟进 巴西是类似规定 那意大利叫做绿色通行证一样 在意大利境内呢 没有这个通行证 不能搭高铁搬机或者是邮轮 有很多不想打疫苗的人开始用买的 美国已经不断出现仿造疫苗证明 有个女性企图拿假战明登机 下场是坐牢整整一星期 再加5000美金的罚款 另外呢美国官方在揪 到底是谁在做假的注射证明贩卖 最近达拉斯有一个男子 因为是味噪被重罪起诉 最重的罪可能要吃足七年老返 靠近扫码认证后才可以入店消费 加拿大魁北克省9月1号起全面实施疫苗护照 纸本或数位版本都可以通行 民众进出餐厅健身房或酒吧都必须出示证明 目前先采取两周劝导期 15号起将严格执行 违反规定者将开罚其他省份也打算跟进 加拿大人口最密集的省份安大略 9月1号出现抗议人潮 因为继魁北克开出第一枪后 安大略也打算从9月22号起实施疫苗护照 引发民众不满 同样政策上路的还有巴西圣保罗 规定9月1号起500人以上聚会都要出示疫苗证明 至少打过一剂疫苗 里约热内炉也打算从15号起开始实施 搭火车前准备好手机QR Code 意大利从9月1号起过大绿色通行证到国内旅游范围 搭乘高铁国内班机或邮轮都需要出示证明 必须至少接种一剂 且施打时间超过15天 另外48小时内硬性证明和过去6个月曾染疫康复者也符合资格 疫苗证明逐渐成为各国防疫趋势 但这张美国的接种卡哪里怪怪的 上面记载的莫德纳怎么变成马德纳了呢 美国药厂莫德纳的英文单字把O写成了A 这张假疫苗证明是一名24岁的美国女子克罗伊持友 她在8月23号拿着这张假证明飞到夏威夷坛香山旅行 在机场通过安全检查时被发现登记的疫苗名称 根本是乱写一通 除了莫德纳变成马德纳 两季的接种地点在德拉瓦州也完全查不到记录 克罗伊原本计划28号离开夏威夷 官方靠着她脸书上的照片 以大腿上刺青特征在机场逮人 女子出庭时崩溃大哭 下场是被关进监牢一星期外加5000美金罚款 但类似事件在美国越来越常发生 美国男子卖假证的下场是遭到重罪起诉 最高面临七年有期徒刑 而美国CNBC记者实地调查 向来擅长仿造商品的中国大陆 山寨疫苗证明也有得买 记者上拍卖平台搜寻 发现相关产品白白种各个主打工厂直销 现货供应不用等 与其中一名卖家联系 表示货是从浙江或深存发出 记者下单后收到的假证包裹 前是发货地来自浙江义乌 不过一张八美分约合台币两块钱的低价仿造品 处处都是瑕疵 例如新闻版说明栏错字连连 疫苗的英文也少了一个I 卖家直言目前大多是美国人下单购买 至今已经卖出超过一万张假证明 跨海送到美国 随着疫苗证明规定成为趋势 类似的假造越来越猖獗 但不想打疫苗 又想靠假证明享受出行自由 增加染疫风险 可说是害人又害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 发生在特殊的北韩 那就是肥胖 那么竟然会成为 那么各种大众传媒集体focus 嘲笑的一个对象 有人说那是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六月底 后来到八月最后一次亮相的时候 他的身材暴瘦 那么因此呢 为了转移大众的情绪 不断的鼓吹 暴瘦好 瘦健康 以至于呢 胖被行为形容变成一种对比的错 比方向北韩官媒 有一个宣传交通秩序动画片 里面的内容却荒香走板的 一直凸显 胖瘦的概念 对于里面比较胖的女孩呢 一直大作文章 说他不断被投影 异样眼光 被人嘲笑 跟其他女学生格格不入 那么这三个月呢 北韩的官媒都不断的播 减重健身健康的相关节目 传递瘦就等于健康 那么一般认为 平壤当局这个操作 也是为了粉饰 现在严重的缺量危机 在大马路旁玩游戏好危险 北韩制作动画教小朋友 遵守交通秩序 只是影片大部分的内容 却在对女性身材大作文章 没有挑的女学生 摒气凝神轮流上台 展现柔软身段 此时台下一阵骚动 打破紧张氛围 影片女主角胖女孩小顺 来到体操竞技场看表演 却遭到女学生 头衣异样眼光 晚上返家路上 还直接被有人嘲笑 直白对话暗示肥胖不好的观念 类似场景不断重复出现 在沙发上吃饱喝足的小顺 打起瞌睡 和在一旁跳舞 身材纤细的友人 形成强烈对比 今年6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报售现身之后 北韩媒体就开始播出 和减重健康相关的宣传内容 引发关注 在一党名为健康尝试的节目当中 就要家长照顾好孩子的健康 首先宣导早餐的重要性 播出了平壤精英家庭当中 小孩日常哭闹 不肯吃饭的画面 不管是警告肥胖的动画 还是健康管理宣导短片 看似都和北韩目前 所遭遇到的粮食荒 差不上边 分析认为 这无疑是金正恩为了掩盖缺粮危机 所进行的全新操作 近几年来 平壤开始出现 五道教室和健身房 在北韩官媒的减重令之下 运动场上的人 也越来越多 跳舞做渔家跑跑步机 在平壤最大型的运动中心里头 各种健身设施 应有尽有 风靡欧美的壁球 也是平壤人 热爱的新兴运动之一 上个月之前 光是金正恩的身材变化 就牵动北韩人民的情绪 如今平壤当局 以宣导运动减重转移大众目光 也暂时得以安抚民心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好 接下来镜头转回美国 很多大企业释出了大举招募的消息 亚马逊预计未来几个月 全球招聘超过5万人 零售龙头沃尔玛要办招聘会 达美航空预计明年夏天之前 增加3000新进员工 带动美国科技累股走高 而中国的科技业 持续因为受到监管打压 阿里巴巴8月份的股价 重衰超过14% 从电商霸主 网路教书龙头 再到教育科技集团 如今通通成了北京当局 监管打压的目标 当中有的遭遇重罚 有的在应用程序商店被禁 甚至被下令大刀重准内部 对此中国大陆的观察家这么解读 这项共同富裕理念 是由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意图对抗贫富不均 恶性竞争等社会问题 在这波打压的背后 北京似乎也意图将整个产业 重新导向到半导体 AI人工智慧等所谓的硬科技 而这看在投资人眼里 机会大过于危机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甚至认为 投资人应该将投入到 大陆的资产分配大增三倍 另一位亿万富翁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也表示 应对大陆市场保持信心 只是大陆科技业的苦日子还没结束 竞争对手的美国 科技界则是持续暢旺 在历经强劲的八月后 美股在九月第一个教育日 表现不俗 特别是纳斯达克 在科技股的领涨下 再次跃上纪录新高 分析师认为 最让投资人乐见的 就是科技公司不断创新 刚在七月 接任亚马逊执行长的贾西 甚至在他第一场记者会上 宣布了要广招新写 当中四万份工作机会将留在美国 其余的则遍布加拿大 欧洲印度和日本 这个新增值缺数 不但超出谷歌总部三分之一的人员 更几乎等于脸书的全体员工人数 市场盼望亚马逊登高一呼 能提振近期的美国就业 由ADP最新发布的 非官方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在八月仅增加 37.4万个工作机会 远不及市场预期的60多万个 但好消息是 宣布广纳人才的不止亚马逊 对此沃尔玛目前给出超过20美元 和台币将近550元的时薪 还对正值与兼职员工 寄出大学学费免费的福利 并将在下周举办招聘会 美国大美航空则计划 征召1500名新空服人员 并在受训之前完整接种疫苗 大美计划明年夏季之前 将新进员工数增加到3000人 美国各行各业火力全开 抢人才 体别新闻这么报道 还有什么政治职位 像加州州长这么抢手 46个人决定投入角逐 由于加州州长纽森 因为加税政策和防疫不利 面临罢免的危机 9月14号罢免改选 现在46个参选人想要角逐地步 媒体已经戏称 这场选举就像是马戏团的舞台 参选的人五花八门 很多都不是政治圈中人 最新民调写出 有58%的选民 根本就不赞成罢免州长 纽森很可能可以逃过罢免的命运 不适任就换掉 这是美国选民给两位州长的当头棒贺 上个月纽约州长古墨 因为性骚女职员丑闻 不敌舆论压力和党内逼宫而下台 同为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 则是因为加税和控制疫情不利 面临被罢免的危机 加州州长罢免选举将在9月14号举行 46位想要取代纽森的州长参选人 在选前倒数两周 家族马力早时拉票 每一双手都要握到 罢免选票上会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罢免纽森的意愿勾选 另一项是46位递捕参选人的名单 这些参选人的背景五花八门 由演艺名人跨性别前奥运选手 富商和YouTube的网红 美国媒体就戏称这场选举 像是马戏团的舞台 其中一名参选的地产商 还以熊当竞选广告主角 让马戏团之说更加具象化 共和党籍加州圣地牙哥 前市长福克纳 是政治资历最完整的参选人 他请走基层 并提出解决加州游民问题的方案 照理说应该是纽森最强劲的对手 但民调数字却显示 纽森最大的劲敌 竟然是一位政治素人 他是共和党籍 非裔保守派电台主持人 艾尔德 69岁的艾尔德 在共和党24名参选人当中 民调遥遥领先十几个百分点 艾尔德意军补起的关键 是他不断地提出颠覆常理的证件 像是在疫情问题上 他就主张取消防疫限制 要求撤销加州公务员 疫苗和口罩强制令 在种族议题上 身为非裔的艾尔德 并不认为警察对非裔 有系统性的情势 他认为是非裔族群 想太多过度夸张 艾尔德也反对调高基本工资 反对给予允性产假 而且尽管加州是移民大州 他却反对核发公民身份 给无证的移民孩童 种种言论都引发争议 但却成功吸引共和党 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加州州长保卫战 民主党也动起来 纽森将在周六举行造势大会 参议员华伦将出席力挺 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投票意愿的选民中 百分之五十八的人 不赞成罢免 百分之四十赞成 分析认为纽森应该能逃过一劫 主要是埃尔德的绅士大长 让民主党的支持者 产生了危机意识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谢谢您 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